哇塞,时钟鞋神终于登场了 时钟宇宙的战力又又又再次崩坏了 从原本的行星级战力 一度跨越成了超维度级战力 这操作彻底把我给整蒙了 不过,我怎么感觉时钟宇宙的后期 越来越多神级角色出现了呢 泰坦们现在都变得越来越像路人角色了 还有九集就大结局了 Dom,你可要撑住啊 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时钟宇宙第41集 也是非常劲爆,非常震撼的一集 G-Man堡垒已经大举进攻联盟 准备摧毁联盟基地总部 后方可以看到 已经有十几家的克隆G-Man飞在空中 正准备前往联盟基地总部的路上 现在,已经没人可以阻止G-Man歧视路 要是真有人挡在他们面前 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字 一架克隆G-Man发现了泰坦监控人 正朝着泰坦监控人的方向飞了过来 泰坦监控人发射力子炮攻击 能轻松击败Pennywise和博士的双管力子炮 在克隆G-Man面前却是那么的微弱 克隆G-Man毫发无伤 还对泰坦监控人展开了攻击 强大的火力达得泰坦监控人不断后退 泰坦监控人决起斧头想偷袭克隆G-Man 却陪他连连躲开了几道攻击 还用头锤撞击泰坦监控人之余 克隆G-Man发射了激光 还好有斧头当盾牌 要不然头都没了 泰坦监控人身后已经着火 在下方的泰坦监控人也是一样 如今的他们就连一个克隆体都打不赢 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所以几个泰坦再次集合起来 准备商讨对策 要怎么拿下眼前这个身高1800米的庞然大物 二龙泰坦此时也飞了过来 此刻的他确实也冷静了很多 并没有要攻击其他泰坦的意思 四个泰坦飞在空中商量着计划 与身后巨大的G-Man堡垒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也就在这时 泰坦电视人好似想到了什么对策 他的核心开始蓄力 泰坦印象人 泰坦监控人和二龙泰坦也是一样 四个泰坦不约而同的发射核心炮 四条光束的交会处形成了一个巨大 极量的光球 光球还在不断的汇聚 就像悟空的元气弹 在吸收了宇宙生物的元气后 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是极其强大的 不过 泰坦的举动在此刻却惊动了G-Man G-Man缓缓地把头转过来 他巨大的核心也在缓缓地打开 正在蓄力着无法估计的能量 泰坦时中人和铅匹女泰坦见到这一幕 心里顿时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泰坦电视人那边的光球还在蓄力 不过 泰坦时中人已经看到了未来将发生的恐怖事件 他大叫着让四个泰坦停手 但已经太迟了 G-Man发射了一颗巨大的光球 也在同时 泰坦电视人这里蓄力完毕 同样对着G-Man的位置发射了光球 两颗光球插肩而过 不清楚泰坦的光球是否打中了G-Man 但可以肯定的是 G-Man的光球准确无误地打在了泰坦的位置 一阵刺眼的白光过后 远处升起了一团巨大的蘑菇云 这是核弹 G-Man对泰坦们进行了降维打击 直逼云端的火焰中 泰坦的残骸从高处坠落 所有的人 泰坦监控人 二龙泰坦 泰坦电视人 泰坦音箱人 没有一个泰坦的身躯是完整的 他们都死了 仅剩的两个泰坦 不可置信地望着这一切 现在的希望 就只在泰坦时钟人身上 他要改变过去 他要去逆转这一切 时间暂停需要使用相当庞大的能量 所以泰坦时钟人一天只能使用三次 大范围的时间逆转 需要使用更加庞大的能量 毕竟还要避免悖论的发生 所以周围的时空都要一起改变 在不久前 泰坦时钟人才刚刚使用了第三次的时间暂停 在未来的24小时内 他是没法再使用任何时间暂停了 如今 泰坦时钟人将会使用更为消耗能量的时间逆转 这是代表 24小时已经过去了吗 还是 泰坦时钟人使用的 会是更加高级别的时间暂停呢 泰坦时钟人蓄力后腾空飞起 黄色的能量在他的周围肆意涌动 泰坦时钟人消耗了大量的能量逆转了整个空间 泰坦监控人 泰坦电视人 那些死去的泰坦又再次复活了 尘埃落定后 泰坦时钟人艰难的伴跪在地上 他的核心出现了暗红色的能量 身上还不断的有能量溢出 看来这一次的时间逆转 对泰坦时钟人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泰坦时钟人稳住了自身能量 刚才已经死去的队友 已经完好无损地出现在面前 当然 他们也少不了被泰坦时钟人一顿训斥 说这样的举动 无疑是在自杀 G-Man太强大了 正面和他硬扛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想办法进入堡垒的内部 四个泰坦面面相去 大家都没有说话 却都朝着G-Man的方向飞走了 想必 他们将要去寻找堡垒的一个突破口 再偷偷的溜进内部吧 突然 泰坦时钟人感到一阵头疼 大笨中被摧毁的画面突然闪过 加上那阵诡异的钟声 所以 基本上可以确定 Stick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炸毁大笨中的 而埋藏在大笨中底下的那个邪恶东西 也让泰坦时钟人 感到这不祥之物即将破土而出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泰坦时钟人准备快速前往大笨中 哪里知道 另一个麻烦接踵而至 点独比反泰坦攻击了泰坦时钟人 他的手上竟然幻化出了泰坦时钟人的时钟剑 还有恶魔泰坦的钻头 要知道 三世纪的反泰坦 曾经复制了泰坦时钟人的能力 但到最后 还是被泰坦时钟人给打爆了 这么说 山东里的反泰坦 的确是三世纪反泰坦的残骸吗 还是说 反泰坦真的拥有风潮意识 只要一个反泰坦复制了某个人的能力 远在天边的反泰坦 甚至是另外一个宇宙的反泰坦 都会拥有这一个人的能力呢 这么想的话 反泰坦还的确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不过 点独比当上反泰坦的第一天 就直接来攻击泰坦时钟人 难道 这是外星生物下达的命令 还有 如今反泰坦身上的颜色变成绿色了 泰坦时钟人是否知道眼前的反泰坦 就是点独比 反泰坦偷袭了泰坦时钟人 反之 却被泰坦时钟人揍了一下 女泰坦 这时已经出现在反泰坦身后 她似乎也知道 泰坦时钟人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必须处理 所以 她告诉泰坦时钟人 你走吧 这里我来搞定 泰坦时钟人点头后 又再次提升自己的速度快速离开了 只留下千臂女泰坦对战反泰坦 但这个场面 我怎么感觉结果会不太妙啊 千臂女泰坦本来就是辅助性角色 她并不适合单打独斗 泰坦时钟人是曾经和反泰坦交过手的人 她应该明白除了她自己以外 反泰坦几乎都能秒杀任何一个泰坦 如今 她却把千臂女泰坦一个人暴露在危险当中 要是没有其他泰坦过来帮忙 千臂女泰坦很大可能就凶多吉少了 很快的 泰坦时钟人来到了大奔中附近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不过 这里没见到任何YouTubers的身影 因为他们已经离开 泰坦时钟人刚降落地面 一阵令他不寒而栗的声音就出现了 这是邪神 他能感受到泰坦时钟人的恐惧 束缚邪神的锁链已经摇摇欲碎 泰坦时钟人只不过是一个不配的替代品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邪神将会向泰坦时钟人展示 什么叫时间支配 围绕在大奔中附近的能量突然消失 只留下一个巨大的窟窿 然后 以窟窿为中心 邪神释放了时间暂停 G-Man 地球 太阳系 乃至整个银河系 时间都被暂停了 要知道 泰坦时钟人的时间暂停 范围只有1000公里的直径 然而 邪神的能力更为夸张 其影响范围竟然达到了10万光年 在时钟宇宙里 不同的时钟人都有不同层次的时间暂停 像泰坦时钟人使用的时间暂停 就是第一层次的 其他男子可以免疫第一层次的时间暂停 所以 未来大时钟人使用了更高层次的时间暂停来束缚他 由于对白没有明确表示 所以 也不清楚未来大时钟人使用的是第几层次的时间暂停 毕竟 DOM说了 未来大时钟人拥有5个层次的时间暂停 要是我们把束缚撬男子的时间暂停 当成第二层次的话 可以想象 第三 第四 甚至第五层次会有多夸张 但是 还有更夸张的 就是DOM Studio的团队 透露了邪神的时间暂停 竟然有10个层次 这是何等的变态啊 看来 暂停整个银河系 也只不过是他的热身运动 或许 他接下来能暂停整个宇宙 乃是多元宇宙都不是问题 也不知道是泰坦时钟人解开了时间暂停 还是邪神自己解开的 束缚邪神的锁链已经被打碎 他巨大的身躯 缓缓地从地里爬了出来 他是时间之神 他吞噬了上百个泰坦 上百个多元宇宙的泰坦 不休者也只能在他面前跪地求饶 敢的话 就退缩吧 能的话 就让他开心吧 就臣服于你的起点吧 邪神露出了真声 他就是个泰坦时钟人 巨大化的泰坦时钟人 只不过 他的头部已经被黑洞取代 核心则是个不停旋转的时钟 右手掌也已经断裂 DOM公开了邪神的身高对比 泰坦时钟人站在他的旁边 就像是三岁小孩站在爸爸的身边一样 因为邪神竟然有300米高 几乎是和星星哥斯拉同高了 但是 站在G-Man面前 还是小巫见大巫啊 唯有是邪神 已经是马桶人多重宇宙 目前最高的泰坦了 身高已经超越了三重泰坦 现在 邪神自称自己为时间之身 God of Chronoverse Chronoverse 相对于多元宇宙可以更为简单的理解 也可以更为复杂 我们可以称Chronoverse为超时空宇宙 这是一个超越了传统时间与空间概念的维度 在这个领域中 时间以复杂的方式展开 将过去 现在和未来编制成一个连续体 和我们现实中的线性时间流动不同 超时空宇宙以多维结构的形式存在 交织着不同的时间线和交替的现实 每一个已经发生或即将到来的时刻 都在这个时间编制中共存 我们也可以把Chronoverse理解为漫威的多重宇宙 在一个宇宙或多个宇宙内的所有可能的时间线 尤其是涉及时间旅行的时候 由于改变过去而产生所有可能的历史版本 无论这些时间线是从一个原始时间线分支出来的 还是作为独立的时间线预先存在的 当时间旅行改变了过去的事件时 不同事件的展开就会导致多个可能的现实发生 先生说 他吞噬了上百个多元宇宙的太坦 可以注意一下 那时候太坦时钟人面前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影像 这些影像都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太坦时钟人 所以 邪神吞噬了上百个太坦 我认为这些太坦都是不同宇宙的太坦时钟人 他称他们为 Immortals 不休者 也就代表 每个宇宙的太坦时钟人几乎是无敌的 但是 他们在邪神面前也只能跪地求饶 令人不解的是 邪神为什么要吞噬他们 邪神究竟是善还是恶 他所做的东西是为了什么 到后来又是被谁囚禁在大笨中底下 以现在的线索还真的是完全无法猜测 邪神后面说的话就越来越难理解了 不清楚是不是参考了一些电影还是游戏的对白 但我想说的就是邪神对太坦时钟人说的最后一句话 Bout to your beginning 臣服于你的起点吧 Dom在前几天泄露预告图的时候 就有表明在太坦时钟人之前 还有另一个太坦时钟人 他说的另一个很显然就是现在的邪神 邪神说的起点 或许就是代表他才是第一个太坦时钟人 也就是他所谓的起点 要现在的太坦时钟人臣服于他 但他有一个很蹊跷的地方是 太坦时钟人的主题曲 歌名就叫做Bout to your end 和Bout to your beginning恰好相反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巧合 Dom肯定在寓意这一些东西 难道说现在的太坦时钟人 就是多元宇宙里最后一个太坦时钟人了吗 所以邪神也要履行他的使命 把最后一个太坦时钟人给吞噬吗 邪神从核心里拿出一个诡异的方块 方块里还有一把剑 就在眨眼的瞬间 方块消失 那把剑直接安占了邪神断掉的右手掌 看来他已经摆好战斗姿势 准备和太坦时钟人开打 太坦时钟人也第一次露出了惊恐 毕竟他现在要面对的 可是比任何人还要强大的邪神 太坦时钟人是否能全身而退呢 那这部影片就先到这里 这一集邪神的出现带出了相当多的疑问 也不禁让我们更加好奇 神秘人Dom释放邪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然而我更担心的是铅必女泰坦的状况 毕竟他现在面对的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反太坦 在没有太坦时钟人的帮助下 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期待42节的更新 希望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